iPhone 13 新包料出來自己的功能 我覺得應該算是可以避買了啦 歡迎大家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上這影片我們有講到 iPhone 13 的相關新聞 因為有一個相關的功能 我有得到一個消息來源跟我講 目前不同來源都有確認這個新功能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 加上 Bloomberg 也有爆料很多 現在 13 會獨有的一些功能在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這個部分 再來我們也會講到更多 M1X 的 Mac 的型號 目前也有其他不同的消息新聞 也會講到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再討論一下 上一次有很多人提出 關於蘋果要審視我們在 iCloud 裡面 照片的這個問題 我大概也來回答一下 大家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OK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就先來講 M1X 這個 會有兩個不同的型號 現在 John Prosser 他的網站上面有講出來 確認說會有 14 跟 16 吋這兩台 但是我看一下他裡面講說 這個新聞講出來的來源是 Digi-Time Digi-Time 也不能說他不準 我覺得他大概就是 爆料就是一半一半 其實有大概百分之五六十的準確度 可是我們再講回來 先不要管 Digi-Time 怎麼講 我們就講先前在 Twitter 上面的爆料神人 他也是說確定會有 M1X 系列的這個產品 會在 10 月到 11 月間推出 加上 Bloomberg 他們先前也都有滿多 裡面關於細節規格這些產品的報導 所以我覺得準確度算是非常高啦 加上現在蘋果自己本身 又對 EEC 提出這個型號的這個申請 所以基本上我就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確定說 會有新的 Mac 會在今年底推出 我們上次的影片有講到就是說 這兩台現在可能會是 14 吋跟 16 吋的這台 Mac 關於它的外型設計新功能 這些我們在其他影片都有提到過 那我們就很快速的講一下 在它的處理器 CPU 的地方 至少會有 12 核心 在 GPU 的地方會是 16 到 32 核心之間的選擇 設計上我們先前所期待的 像一些其他接口 SD 卡 HDMI 甚至像是 MagSafe 這種磁吸充電的方式 都有可能回歸在這次新的設計上面 另外一點呢 關於它的螢幕就是 Mini LED 的地方 先前的說法就是說 本來 6 月推出 延到現在 9 月甚至到 11 月之間推出 就是因為在等這個螢幕的供貨量 達到蘋果的需求 那還有另外傳出來的就是它的 Touch ID 可能會是一個會發亮的按鈕 其實在 MacBook Pro 上面一直以來 它們都是有這種會有背光的鍵盤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 Touch ID 的按鈕上面 會去加上一個比較清楚的 不管是它是一圈發亮的燈 還是它是變成像是 Touch Bar 這種 會顯示一些資訊在上面 我覺得都是還滿合理的 可是這個我覺得就不是那麼重要 那講回來呢 如果有 Touch ID 可能就是沒有 Face ID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期待看到 Face ID 在新的 Mac 的筆電上面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 14 跟 16 吋這兩台的差距 那以蘋果先前的網力來講啦 比較高階像是獨顯 這些比較高效能 都是坐在比較大台的 16 吋上面 那先前當然有很多原因 因為它機殼的尺寸 還有散熱這些等等的問題 但是現在到了 M1 的這個系列的處理器 我覺得我們看它的耗能 還有它的效能散熱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是不是需要放在那麼大的機殼 才能讓它保有最好的效能 我覺得至少從 M1 看起來 應該是不太需要 因為 M1 也放在 iPad 上面 它效能還是一樣的好 那所以呢我期待的是 這次 14 跟 16 吋 不要有太大的差距 那最期待甚至就說可能 兩台 14 跟 16 吋 都能選到一樣的規格的選配的 GPU 還有 CPU 的選擇 這樣會是一個最完美的一個狀況啦 好 那下一個我們來講到這個 我們上一集有講到 說蘋果要開始審視審核 我們存在 iCloud 裡面的照片 那蘋果說唯一的理由 唯一會拿來做審核的方式 就是要去杜絕 要去阻止這種可能兒童性暴力類的影片 去傳播 那甚至也進而去阻止一些性犯罪的發生 那上次這樣提出來之後 大家就說為什麼蘋果做這個新聞鬧得那麼大 因為我們講回來不是 Google Amazon Dropbox 或者是微軟 他們現在的雲端儲存裝置 不是都有做一樣的審核嗎 那為什麼今天是蘋果做 大家就覺得好像是很要不得 用放大鏡來檢視蘋果做這件事情 因為蘋果長期以來的看法就是說 他們不想知道用戶的資料 他們不想知道用戶儲存的東西 他們不想去窺探這些東西 他們一直強調這一點 是他們跟其他廠牌的區隔 那當然呢我們必須也是要 比較平心而論的講啦 先前蘋果在強調這一些的時候 他們是說其他公司他們這樣做 是用這些用戶儲存在裡面的資料 拿來做盈利 那如果蘋果當初就很直接的講說 我們不會用用戶的資料拿來做盈利的話 那現在再轉額說 我們只用用戶的資料來審核 有沒有犯法的行為 那或許大家會比較可以接受一點 可是如果你先前的講法 就是一直強調說 我們不看用戶的資料 我們不想知道 我們也不想觸碰 一直強調這一點 那之後現在又很快的一個大轉彎說 我們要開始審核用戶儲存的東西 甚至是發出的訊息 有沒有牽涉到一些非法的行為 但我覺得這些理由跟出發點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上一集有講到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管是從影視權的角度 我覺得說這樣好像很不好 可是從一個家長的角度 我會覺得說這樣好像很安全 其實我相信 在很多留言裡面我有看到 很多用戶他們在擔心或是有疑慮的點 其實並不是說蘋果會拿來做 審核這些兒童性貿易這些的問題 用戶比較擔心的是說 會不會有其他更有權利更有勢力的手 可以用其他方式深入到 去窺探這些資料或是使用這些資料 過濾的方式來有其他不好的用途 上一支影片發完之後 蘋果其實也有發出一個 他們回答的問題 裡面就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過去從不曾對任何政府提出 這種檢視隱私權的這些要求 他們不曾屈服過這樣的要求 他們都會很強力的去反對 這個部分我們只能選擇 我們自己不要去信任這家公司 另外一點講話 如果今天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 全球最大的其中一個市場 剛好這個市場的政府說 我要求你 你要讓我使用這個功能去找到 我想要找到的東西的情況下 如果蘋果說我不讓你這樣做 如果這個政府跟他說 你不這樣做我就讓你退出我的市場 如果這種情況下 蘋果會不會選擇退出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 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到時候就可以來看看說 蘋果到底是真的 像他們所講的這樣 不會屈服於任何政府呢 還是最終會為了在這個市場生存而屈服 我們可能在長時間再來審視一下 那不管怎樣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滿值得 大家來關注長期去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也不只是對蘋果 那對任何其他這種科技大公司 我覺得我們都要用一樣的方式跟態度 去審視他們對隱私權的這個行為 OK 好 下一個我們就來講iPhone 13 大家最期待的 這幾個都是我覺得非常好的消息啦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法 今天講出來的也是比較關於功能面向的 那這些相關的功能流出 也通常是在快上市前的一個月之內 那現在我們終於到了這個時候了 那首先呢這個是Bloomberg蓬勃社他們傳出來的 那關於這個相機的全新功能在裡面 那他們現在說在新一代的iPhone 13裡面 他們的LiDAR演算法會有一個很大的躍進 第一點呢就是說他們在人像模式 他們會有更精準的算法 會讓人像模式的呈現更加的自然 那我們現在的人像模式常常在邊緣啊 或是在頭髮細節裡面 會看到一些不自然的這些算法 或是它模糊虛化的地方並不太真實 可是我覺得從iPhone 12 Pro剛出來到現在 慢慢的軟體更新 我都有看到它的人像模式有在進步 那據他的說法這次會有更大的躍進 那另外呢就是影片的人像模式 那這個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功能啦 那雖然先前在很多其他的廠牌 我們有看到類似的功能 可是其實它的表現都不是算是太理想 因為我覺得畢竟影片這個東西是 隨時需要在你拍攝的時候 每一個章節都需要很清楚去算到說 它的對跟錯 那只要有一點點差距的話 它的成像就會非常的不好 那現在在iPhone 12 Pro系列呢 其實有一些軟體 可以讓你去測試這個功能啦 可是這個畢竟不是從 蘋果本身的演算法算出來 所以以我來講 我覺得不是算非常滿意 那現在蘋果要自己原生的 來使用這個方式 來做人像模式的影片拍攝 我個人是還滿期待的 那像我們可以看到在iOS 15上面 如果你用FaceTime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做背景虛化的這個功能 那當然前置鏡頭來做虛化的時候 它是用FaceID的組件去掃描 那這個其實它的整個原理 跟後面LIDA去掃描的原理 也是非常的接近啦 但是FaceTime相對簡單 因為你很清楚的 你在聊天的時候 就是你擔任一個臉 去面對著這個鏡頭 但是如果今天在人像影片拍攝 是你用後面的鏡頭去拍攝 很多不一樣的場景 那它的距離還有人的晃動 走動這個對比相對 前置鏡頭用FaceTime來講 會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一次 在iPhone 13上面 它的表現會怎麼樣 那是不是也是必須要依賴到 新的A15的處理器 才能做到這樣的處理 並不是只是單純鏡頭 跟LIDAR之間的演算就可以做到 那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 我們就不太可能看到 這類的功能下放到 iPhone 12 Pro系列上面來 那據蘋果先前的往例 就算是可以這樣做 他們通常也是會用這種小東西 把每一代的 應該講說可賣性做一個區隔啦 所以我們可能也不太可以期待說 蘋果會下放這樣的功能 到iPhone 12 Pro系列 那另外一點呢其實Pixel 6 Google的Pixel 6快要推出了 Pixel 6 後面目前是沒有看到什麼 這類LIDAR掃描的技術 可是其實Pixel先前在拍 人像模式照片的時候 就算是單顆鏡頭 它的表現也是非常好 那據說他們這一次在 他們影片功能有一個非常大的躍進 所以我是滿期待看到說 Pixel 6 會不會也有人像錄影的模式 那在他們只用不同的鏡頭去運算 演算法運算的情況下 表現會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猜測而已 可是我覺得今年底會還滿多手機 可以來做個PK的 好 那下一點就是他們在影片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可能使用到人不會那麼多 他們會有ProRes的這個規格 可以讓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使用 那這個部分呢也是同樣會鎖在 iPhone 13 Pro跟Pro Max系列上面 就很像12 Pro跟Pro Max上面的 Apple Pro Route這樣子 那講回來啦 Apple Pro Route我到現在幾乎就是沒有什麼在使用 因為它的檔案佔的容量真的是非常大 我實際去比對它拍攝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沒有顯著到 讓我覺得需要去用那種方式拍 那如果說真的是要比較專業 像我平常要拍一些 產品形象造成等等的情況下 我必須還是要用我的相機來拍攝 它的效果跟攝影機在調整的寬容度會比較大 那我覺得小顆的鏡頭 它的改光元件就是這麼小 很多你要拍出的效果 其實就被這個硬體限制住 所以你也不太可能用它真的去取代專業相機 至少以現在來講 那現在這個專業影片拍攝的這個規格 放在iPhone 13 Pro系列上面 當然有這樣的進步是好 可是我覺得噱頭大於實際上的使用啦 一般人來講 會不會需要用到這種規格去拍攝 第一它要佔非常大的容量 寬難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影片適合再去做後製去做調整的時候 它的寬容度會更大 可是我們有多少人拿蘋果的iPhone 去拍攝一些專業的影片 然後再拿到電腦上去做一些調整 甚至是在手機上去做調整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使用的人算是比較小啦 專業用戶的話 他們可能比較依賴 專業的相機來講的話 或許也不會真的使用到這個功能 那當然以我現在來講 我的影片都還是用我的相機來拍攝 可是在我剛開始拍我YouTube影片的時候 我的確也是用iPhone 當時好像iPhone 7 Plus 然後拍到iPhone X 我其實有滿多支影片都是用iPhone來拍攝 所以呢我覺得 iPhone是可以拿來做很多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拿iPhone來拍攝 YouTube影片的話 我也不太建議用這種規格去拍 因為它的檔案容量佔非常大 你要有那麼大的容量 然後你要存到你的電腦上面 然後去處理那麼大的檔案 那更尤其如果你是剛開始要嘗試拍攝的人 真的也不太建議 我覺得還是以快 然後以專注在你影片裡面內容跟創意 我覺得會是比較實際的投資啦 那當然也是有人拿iPhone來拍電影 然後也是拍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功能 或許對那一些專業的使用者來講 可能有更多的玩法去使用它 好 再來就是講到我上禮拜得到的一個消息 現在又跟不同的來源去確認 這個是很多人期待的 就是我們今年應該 我覺得機率非常非常大 我們會看到120Hz ProMotion 在所有Pro系列的版本上面 依他們講法 現在應該是在DVT PVT的階段之間 所以他們有看到這類的功能顯示在上面 那我們又必須講回來 去年在iPhone 12 Pro系列的DVT 上面也有看到ProMotion 120Hz 可是我覺得今年情況跟去年不太一樣 其實去年在傳出12 Pro跟Pro Max 會有120Hz ProMotion的時候 就有其中一個分析師叫做Ross Young 他其實很早就有判定說產能會不足 所以他覺得說在 去年iPhone 12 Pro系列上面不會有120Hz 他講出這個其實也是在這類消息 有看到這個螢幕說有120Hz的功能可以調整 他還是很確定的說 裡面好像有一個組件就是不夠 他說覺得不太可能 蘋果會真的有辦法使用 事後證明它的講法也是對的 今年到目前為止 它的講法都是比較偏向滿樂觀的說 今年蘋果會有手機會使用 120Hz ProMotion 的螢幕 它的講法是說 會有不同刷新率可以更新的方式 這種時候會不會有水顯螢幕這一點呢 我目前的消息也沒有很確認這一點 可是至少他們不同消息的來源 甚至分析師這邊的講法 都是會有120Hz 的螢幕 這個我知道有非常多人 非常在意跟期待這一點 今年的iPhone 13 Pro系列 應該就會讓你很滿意 當然啦 iPhone等到現在這個時間點才有120Hz 相對很多其他的廠牌早就有 甚至在中階跟低階的機種上面都有 我不知道這個亮點會不會吸引到很多人 如果說今年的Pro系列都有120Hz的話 有多少人願意去升級 或者是從他們先前換到其他機種 再換回來iPhone 我想聽聽看你們大家的看法 OK 如果你們有什麼其他的消息想分享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私訊我的IG跟Twitter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 K cu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